所以马上你们就可以回去应用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数学上,你假如说用KiLAID 那几个数据就没有了,就完了 这是非常简单的概念 我们在EIA 呢 那么这个是一个 最初有一个很数学化的 Hole Common System Realization 这个是史丹佛大学的 一个博士论文 那Carmus就是Carmus Field的那个Carmus 或是另外一个Carmus水层 他在这里发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System Realization 这个System Realization是他的 从他那边出来的 那么他,但是一些那个写的很数学 都是在证明的 定理的 那他1965的时候就 但是一直没有人用 因为很少人看得懂 因为是什么叫做System Realization 那我在1982到NASA Lambda的时候 那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 要我做找一个System Realization的方法 或者发展一个System Realization 那当初我就先干 我们在成大友好处 我们学了很多工种数学 所以我们数学也不错 至少看得懂 那边诺文看得懂 那看懂以后 那我发现说 这个应该是在结果其他的方法 有种四十分析 四十分析我可以学的 所以在结果一些 其他四十分析的方法 像System Realization 就是比港部进行 他说也有能处出来 那Igene Value也有能处出来 那第二个这些方法 发现这个方法 没有 是不是就发展出 就发展出 我们的这个叫做EIA Igene System Realization 那当初的方法 那当初的方法 都是假设 所有电脑式都在 没有任何杂质 因为他的理论的对比 数据的对比 所以他的理论非常漂亮 不不不就对 那我们 我们EIA的理由 就加了一些 我刚刚讲的 你说怎么样 你这辨认 System Model System Frequency 怎么样辨认 不是System Frequency 好吗 哇 这个就很重要 这个是一个功能的功夫 因为你假如 他那个方法 原型的方法 是假如有杂质的万里 就同样 因为你没办法辨识 什么是真的 是假如 好 因为杂质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 加了很多东西 那这个方 这个方法呢 就 就用了 我们很多人 就来用这个 控制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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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模拟用 Blamide Identification 那我们也应用到 这个太空的 望明镜 做这个 来检测 他的 他的固差 他为什么 他解析度 没有低 要把他 不太好 这样子 好 那也帮忙 也帮NASA解析一些 解析外外的问题 好 在NASA 其实有 很好的实验设备 所以我们做很多的实验设备 那我们名字 为什么这样许呢 为什么叫 Igain System 为什么叫 Igain System Igain System 为什么叫 Igain System Igain System 因为我们在韩菜领域的 我们都在讲 Monal Planes 什么叫Monal Planes Monal Planes Monal Planes就是 頻率 frequency damping 还有 malt shapes 就是Monal Planes 我们会再仔细讲 这个定义 因为这个定义 牵涉到 Igain Val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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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t State Space Power 所以我们叫做 Revaluation Igain System 因为它是直接的solution Igain System Igain System 它不是一个大 它不是 它不需要 我们怎么讲的 它不需要 来回去 去做它 这是 Igain System 你要Igain 你就是 要一直这个 做它 而且它是 直接的solution 也不是 原来solution 是真的熟悉 而且很快 速度很快 因为 所有的 需要的 数值分析的方法都有 所以它速度很快 所以 我们解的就是 这个ABCD Model 那我们State 有NState RInput 我们刚刚解释的 NState 这个大的有几个State 一千一万个 十万个一百万个一千万个 所以 看谁 来分析 Input Input 那D正Input 就是D 它可能它只有两个方向 D 也有三个方向 三个方向 D就是上下 就是D 也只有六千万个 那它的Masuring Equation 那就是YK 那就是YK 等于CXK 加DUK 那我们也许 只有M Output 比如讲我们这个楼 每一个楼 都挂两个加速规 两个加速规 不同方向 我们这个楼啊 那加六楼 刚好是12 对吧 那地震啊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三个 XY还有Z 三个方向 D 现在有没有道理 那这个大楼 你只有三个 地震来的话 当然是有三个方向 一整路 那你有12个 三整路 那如果 我只有点个 换两个 那就只有三整路 整路 整路 那你要三个三整 三个方向 就算三个 教室规 有那个叫做 三者的教室规 换一个 那你就可以 三个方向 教室规 好 那三个方向 教室规 我们就有 叫做三个 可以听到吗 好 好 那么要用EIA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 EIA 它一定要用 macroprometers 要利用EIA 就是要利用macroprometers 就是要有macroprometers 我再这样解释了 macroprometers就是post response 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有post response 那我们一定有M output 那R input 那这些都是从post response来的 那你也许会问 那他说 我叫做不是post response 因为第一次来不是post response 我EIA 也不能用 你自然当然不是post response 但我们会将一些方法 怎么算post response 假如你的Input 不是post 的话 我们有方法将你 怎么算post response 当然你假如真正是post response 你就不用去算 只需要的 只需要最好的 对吧 对吧 那 Initial condition 你假如说我没有force 只有Initial condition 比如地震来了 没有地震了 但是你还在动 地震来了 地震走了 你皇子还在动 从那一刹那 的Data 一直到他点 也可以用 你懂吗 现在你听懂吗 地震来了 地震已经没了 但是你还是会动 那一下啦 地震走了 你的那一下啦 以后的Data 也可以用 但是你identify 就不是B啦 就是S0 好不好 好 我再解释一下 我们再过去会好好解释 好了 那force response呢 好 我们有一个方法 假如有Input Outboard 第一来 我们先透过叫做transfer function 那transfer function 我就可以算出force response 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个过程 我们必须要做的 这个我们会加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呢 是我们Input Outboard Torfer function observer post response 我们来宣算 observer post response 然后我们再来算system post response 也可以 好吧 所以我们会将你两种方法 怎么算他的post response 他的system output time 但是要用EIA一定要有这个 这两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EIA里头 我们先告诉你先找你 怎么样有已经有这个概念 已经有这个 我们怎么要去做 好 那我今天老师交到这里 你再来就由黄老师接 好不好 他来 因为再下去 我们有 我要用到singere value decomposition 所以下个钟头呢 那个 由黄老师教你们 eigen value 跟singere value 有关的一些 你们必须要知道 因为下一张以后 就开始要讲到singere value decomposition 还有I think that 所以我就到这里听一下 好 那我还要再感觉到singere value 好 不好意思 好 黄老师来教你们这个 先来教你们 好 谢谢